今天算是一个新的节目吧 说是新的节目感觉怪怪的 不过今天我并不是来玩游戏的 我今天是来上课的 不是教课是上课 因为我最近一个多月 在中国的网站BiliBili上面 看到了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UP主 UP主在台湾其实应该是翻译成 YouTuber 不过他是在B站上面的一位 就是影片制作人 所以就叫做UP主 那个智能的魔法师 然后我非常的奇特 我把它有关于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还有玩游戏的影片 全部都做了一个播放清单 然后没事的时候就看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讲这个历史 真的让人有那种 引人入胜的感觉 所以今天算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来看这个智能魔法师的影片 智能的魔法师的影片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UP主 所以说没有问题 那事不宜迟 我们今天就来看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影片 第一个影片 至于是什么样的主题 我们就直接听吧 接下来我大概就是时不时的暂停一下 吐槽一下 但是应该不会一直说话的样子 然后弹幕我也开着 我觉得这个影片真的很棒 当作是一个 当作是促销嘛 还是叫做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 这当作是 就是 有点像是看动画的感觉吧 好 那我们就先这个样子 大家好 今天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诸葛亮的北伐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呢 除了因为这是三国历史上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之外 还有就是因为诸葛亮也是我们视频里的老朋友了 对吧 并且呢 我们在三国志十三和三国志十四里面都用过厨师表剧本里的诸葛亮 而且我还有在其他游戏里边也再现一下诸葛亮北伐的想法 这个到时候再说 那么最近再仔细读一遍诸葛亮北伐的历史 还是有不少新的发现 当然这个新的发现是对于我来说是新的发现 实际上早就被历代的学者研究的很深入了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看到 但并不代表这是我发现的 这都是一两千年以来的学者们 早都论述过无数遍的东西 至于有些有争议的需要发挥很多主观想象的事情 比如说紫武古奇谋能不能成功啊 这种问题再炒个一百年也炒不出来结果 所以我们视频重点还是介绍战争的过程 尤其是史书上的记载 好我们不说废话了 进入正题历史背景就不用多介绍了 这个应该没有不知道的 总之在蜀汉的渐兴五年 也就是公元227年 朱格亮打算率领军队驻扎汉中 出发之前给陛下上了著名的初诗表 这初诗表我想大家基本上都会背了 所以说我们也就不用再细说了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初诗表它不是圣旨啊 所以说最终出兵呢要皇上下诏对吧 所以说三国志陪宗之柱里边有这个刘善在收到初诗表之后啊 在这一年三月下诏 等一下啊这个呃多说几句啊 这个初诗表不是圣旨 初诗表是表也就是丞相呃传给啊不是传给啊就是 承奏给这个皇上的一个类似于公文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在台湾应该算是国中还是高中的国文会教的东西啊 啊那中国大陆应该也差不多吧 国中或高中会教的东西 找书什么的我们之前都说过啊 这读一读的话能看到当时的很多套话啊 啊三国时期的还能看到很多骂人的话啊 先要回顾一下这个汉朝啊 衰败的历史啊 从这个董卓开始骂 哎我觉得你看三国他们几家最大的共识就是骂董卓 然后曹操啊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曹丕怎样怎样啊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然后再夸一下先帝对吧 照顾皇帝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曹丕死了之后啊 这个曹瑞干脆名字也不提对吧 直接就叫这个残累与丑 这些套话我们不多分析了 我们看些有用的信息 等一下等一下 他虽然说那魔法师他说这个好像是没用的东西啊 不过有一个八卦就是说这个曹瑞好像并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 是那个元希的儿子 这个东西在那个历史上面是有挺多的那个蛛丝马迹 或者说是很多人一感觉到这个东西有血腥味就想要挖挖挖挖挖挖 像这个曹瑞他享年享年才36岁 但是享年36岁就代表说曹丕如果说遇到了征服 然后要生下曹瑞那10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 这个东西我之后再把那个网址有影片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有关于这类的分析我可以以后再去看 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就就就讲这样子 蛮有趣的残类与丑不知道蜀汉方面有没有在呃就是在宣传说 啊曹丕根本就不是曹家的子孙之类的 不过曹芳真的不是曹瑞的儿子就是了 说这个我们的诸葛丞相统领不齐20万众啊 我们号称有20万 然后呢我们还有盟友啊 有哪些盟友呢 这个吴王孙权 一小不客气啊 直呼其名对吧 你看对于这个诸葛亮他就没直呼其名啊 诸葛丞相 除了吴王孙权 还有谁呢 什么梁州诸国王 各浅月之康居胡侯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 这些都是我们复兴大汉的盟友啊 然后最后敦促魏国的人啊 这个弃邪从政对吧 来迎王师 只要来改邪归正的既往不咎啊 连这个魏之宗族对吧 这个曹家的宗族什么的啊 只要来投降啊 全都既往不咎 总之诏书发出去就代表朝廷正式下令出兵 那么诸葛亮就出屯汉中 大军驻扎在缅北啊 也就是汉水以北 杨平和史玛 那么杨平史玛都在汉中地区啊 这个就是缅水就是汉水 杨平就是今天陕西省缅县西边武侯镇 史玛大约就是杨平以东六十里啊 这两个军事基地 那么诸葛亮驻扎汉中的时候呢 由这个丞相府的东曹苑 蒋婉还有丞相府的长使张义两个人啊 他们留在成都负责统流府市啊 处理内地 那么当时的魏国朝廷得知了诸葛亮进军汉中的情报之后呢 有人就提出啊 说这个大发兵对于诸葛亮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皇帝曹瑞也比较赞同啊 就去问这个孙姿的意见 孙姿当时是中书令 孙姿就表示反对啊 就说当年武皇帝就是曹操啊 曹操征汉中什么什么的 最后都知难而退 对吧 所以说孙姿的意见就是让大将守住险要的路口 这个什么将士虎税百姓无事可防可控啊 这样一来他说数年之间中国日盛 无数二鲁 必自疲弊 就是耗死他们 不要主动出击 于是皇帝就采纳他的意见 没有去对诸葛亮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弹幕居然说这是失败主义 我觉得这是胜利主义啊 这怎么会是失败主义呢 就我们只要躺着就赢了啊 对不对 然后重点是其实孙姿虽然这么说了 但是魏国接下来并没有这么做 或者说魏国 魏国虽然是躺着了 但是他并没有躺到就是 呃稳稳的把诸葛亮给挡住 接下来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这一年六月的时候皇帝命令司马懿啊 这个帝就指司马懿 因为这禁书嘛 皇帝命令司马懿屯于冤 就是今天的南洋 加读京域二洲诸军事 这就是司马懿 等等等等 这里再插个嘴啊 这个魔法师他在短短的四五分钟之内 已经用了几篇史料了 第一个是三国志诸葛亮传嘛 第二个是三国志蒋婉传 蒋婉传 蒋婉的传里面挤了几个人啊 所以说我就直接说蒋婉传了 然后接下来还用了禁书宣帝记 所以说现在已经用了三篇史料了 再加上裴松枝的柱的话四篇了 所以我觉得魔法师超级认真 我非常非常佩服他 看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有收获的 当然说真的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觉得说这个 用好多篇史料头好晕啊 这个东西就当做是看那个 综艺节目就可以了 当时魏国和吴国都有一个荆州啊 那么司马懿上任不久 就遇到了诸葛亮策反孟达 孟达大家肯定也都知道啊 本来是蜀汉的将领 后来投降了魏国 被任命为新城太守 那么曹西去世之后 他就没有安全感 而且他还和隔壁的卫星太守 身疑有矛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孟达的新城郡 在今天湖北省的 突然变绿 从来变绿 孟达起兵的时候 聚首的是上庸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附近 然后新城郡西北边 就是卫星郡 至所在西城县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安康市 如果孟达的新城郡 归顺了蜀汉的话 那卫星郡基本上保不住了 跟卫国本土都隔离了 你别看这好像都连着呢 都是秦岭都是山 一旦这两个郡归了蜀汉的话 那诸葛亮的北伐基地汉中 就能和吴国的荆州连在一起 那两国就可以更方便联合作战了 对卫国非常不利 但是呢 这个诸葛亮对孟达这种反复无常人 非常厌恶啊 而且呢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反啊 这个不好掌控啊 很麻烦 所以说诸葛亮决定帮他一把啊 帮他一把 就派了一个人啊 叫郭摩去诈 郭摩就去找这个申仪啊 卫星太守嘛 就把这个孟达要造反的事儿泄露出去了 于是孟达听说这个事情已经泄露了 所以说就打算要造反 那么孟达觉得自己山高皇帝远 对吧 他说这个冤去落八百里 去五一千二百里 他说司马懿听说我举世了 先要去洛阳汇报 汇报完了 那边这个批复下来 司马懿再过来进攻啊 一个多月了 所以他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啊 但是呢 没想到司马懿啊 他这个被盗奸行 急行军八天到他城下 那么蜀汉和东吴都派了军队去救援孟达了 这里说像西城安桥木兰赛 诸葛亮想要救孟达还是挺困难的啊 他要从汉中啊 沿着汉水先过卫星郡才能到上庸这边 最直接能救到孟达的还是吴国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啊 这个安桥和穆兰赛啊就在这两个位置 这样看的话 安桥和穆兰赛应该都是蜀汉军队打到的地方啊 你很难想象吴国军队能打到这边来 那不是把新城郡打穿了吗 那么五蜀的援军都被司马懿分兵拒之 总之司马懿八天急行军到上庸 然后呢攻城用了十六天 十六天之后 孟达的外甥还有他的将领就开门投降 那么孟达也被杀 这场叛乱就被平定了 跟孟达有矛盾的那个卫星太守申仪 顺手也被司马懿收拾了 这个司马懿把申仪招过来 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京师去了 然后呢 鼠将姚敬郑他等帅齐鼠七千余人来详 如果这数字没有夸张的话 那鼠汉损失惨重啊 鼠汉总共才多少人 这俩人拉走七千 之后呢新城郡被一分为二 新设了一个上庸郡 加强了对荆州西部的控制 然后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渐兴六年的春季 公元228年 北伐正式开始了 等等他刚刚的魔法师 刚刚有讲到这个七千人被抓那个东西 然后刚刚那个弹幕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就是其实如果说把所有的数字除以十的话 感觉就比较可信 好比说什么 七千人投降 代表说实际上是投降了七百个人 然后那那那二十万人 那那那其实就代表说那个 呃代表说是多了两万 二十万那不太可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鼠汉在投降的时候 呃 鼠汉在投降的时候 全国的总人口才九十万 全国的兵力才十万多 也就是说呃 一下一下降了七千 就代表说十分之一 百分之七的那个 全国百分之七的部队全没了呀 这相当于我们台湾好比说呃 桃园市那个陆军基地全部被端了 那种感觉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对外宣称要由邪谷道取梅 派赵云和邓芝为宜军 这一路派赵云和邓芝作为宜军 邪谷道啊 也叫包邪道 就是从汉中沿着汉水的支流 这个叫包水 沿着这个包水河谷 向北翻越秦岭 过来之后呢 再沿着这条河 这个叫做邪水 也叫武功水 现在叫石头河 从邪水出来 这样的话就到了关中了啊 就到达当时的梅县 现在呢也叫梅县啊 这一路派了赵云和邓芝作为仪兵 假装要从这里进攻关中 实际上呢 诸葛亮带领主力部队 去攻打岐山 攻打隆右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魏国在这边的配置 诸葛亮北伐主要面对的 就是魏国的雍州 还有梁州 曹西在位的时候呢 他任命曹真为正西将军 假节都督雍梁州诸军事 但是呢 后来皇初三年 他又把曹真召回京都了 这个是三国制的魏书 不是北魏的那个魏书 诸下侯曹传第九 所以说是三国制的魏书里面的传 然后呢就任命他为上军大将军 之后曹真就留在中央啊 还跟这个下侯上一起打孙权什么的 就没有在回关中 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魏国貌似根本就没有设立这个都督雍梁州 而只有这么一个夏侯帽啊 他是夏侯敦的儿子 也是曹操的女婿啊 曹西的姐夫 他被任命为安息将军 持节都督关中 这个人呢啊 他姓武武略啊 没有什么军事才能 好智升啊 就是好捞钱 不但会捞钱啊 而且在长安时候还找了好多妓女啊 虽然说夏侯帽比较无能 但是呢他下边还有一个郭怀 他当时是这个雍州刺史 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么在梁州方面呢 之前一位非常有能力的梁州刺史张继 已经在公元223年去世了 那么张继去世之后呢 梁州刺史是谁不太清楚 在诸葛亮北伐前夕呢 徐苗 他被任命为梁州刺史 啊 魏国的人才怎么那么多啊 除了最最高层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除了方便军司令之外 其他的军长都挺厉害的那种感觉 然后刚到就遇上诸葛亮北伐 仓促应战 那么面对魏国的这种形式 我们的魏延就提出了著名的子无骨之谋 这是魏略记载的夏侯帽为安息将军 然后呢诸葛亮在汉中就召开军事会议 魏延就说啊 这个夏侯帽啊很无能对吧 然后呢魏延要求啊 他自己带领精兵五千 富良五千 自重兵五千 从包中出 寻秦岭而东 当子武而北 不过时日可到长安 那么夏侯帽 听说我来了 必乘船逃走啊 连交通工具都安排好了 乘船逃走 长安城中 魏 玉石 和金兆太守 这好像有点拿太守不当干部了 太守也可以守城嘛 这个东西我就要 再吐槽一下 你想想看 如果夏侯帽这个废物点心跑了的话 那剩下的人不就比他强吗 那如果留比他强的人守城 那还打得下来吗 你要做的应该是 把他放回长安 然后让他继续守城 就这种感觉 你把废物赶走了 那留下来不就是强大的人吗 就是要让废物的人留下来 才可以打得下 对不对 万一留下是什么好招之类的 那怎么打得下来 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有个一战的笑话吗 就是对面的狙击手 他们都乱射一通 他们只会射到我们的厕所 让我们的那个屎都飞溅出来 那然后长官就问我们 为什么不要把那个乱射的人打掉 如果把乱射的狙击手打掉 换一个神枪手来 那我们就要有人牺牲了呀 然后粮食呢 就靠当地的粮仓 还有散民之国 老百姓家的 然后呢 卫国关东的军队 集结还需要时间 诸葛亮从斜谷出来 斜谷怎么走 我们之前说过了啊 壁足以达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举 咸阳以西可定 那我们先看一下 紫武谷这个道路怎么走啊 紫武道 它是从汉中 沿着汉水向东 然后再向东南 经过今天的石泉县 然后呢 向南 向南呢 就到了这个汉水和止水的汇合树啊 这个止水今天叫池河 然后呢 沿着止水往上 经过这里 这是卫国卫星郡的安阳县 今天叫池河镇 沿直水向北 穿过河谷 翻越一个叫腰竹岭的山峰 然后经过这个汉水的上游 今天也叫汉河啊 沿着汉水往上 再翻越秦岭的分水岭 这样的话 就到了这个风水河谷 沿着风水下来 就到长安了 后来啊 隋唐时期的紫武道 进行了节湾曲直 这边过了腰竹岭之后 就不沿直水走 就经过今天陕西省宁闪县啊 到达这个今天的紫武镇 但是这是隋唐以后的事啊 这个杨贵妃的荔枝 就从这条道送的 当年三国的时候 紫武道还是就是这么走的 所以说看到这个形式啊 我是比较怀疑魏延 他什么时候提出了紫武古之谋 因为史书没记载时间啊 诸葛亮在汉中驻扎了一年 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讨论 所以说我怀疑魏延提出这个的前提 就是以这个孟达归顺为前提 我觉得很难想象啊 在司马懿已经展现出 他那样的手段之后 对这边已经严防死守了 魏延还能提出走这个紫武古 而且只带一小队人啊 总之不管怎么样 紫武古的方案被走绝了 诸葛亮觉得这个太冒险 不如安从坦道 这样呢就可以平取拢右 实权必克啊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权必克 对吧 他又不是实权老人 那么诸葛亮的安从坦道 就是从他的汉中基地出发 沿着汉水向西边 走汉水上游啊 这个叫菊水 进入了魏国的武都郡 这样沿着河流走 是方便运粮食的啊 水运的效率比用人力 或者是牲畜要高得多 到现代都是这个样子 水运的这个成本一定比陆运还要还要还要减 还要还要还要低 对吧 空运就更不用说了 空运的成本是最高的 陆运的话就是他的成本会第二高 那水运是最低的 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想想看 船的面积 船的体积 容量 那肯定比火车来的高嘛 所以现代就是这个样子 古代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从菊水 再转入西边的这个西汉水 也就是嘉陵江的上游 沿着西汉水 就可以到达农西了 当然了这中间需要把菊水和西汉水打通 不过不用担心啊 这个工作已经有人替他做过了 东汉有一位名臣叫于徐 后汉的书 就担任了这个武都太守 在他担任武都太守期间呢 可以看到啊 当时这个运道艰险 舟车不通 驢马负载 旧武制衣 运武车才能到义车 剩下的全消耗掉了 于是呢 这个于徐啊 就带着人 暗行山谷 自举至下辫 可以看到举就是举线 在举水旁边 而下辫就是武都郡的治所 在今天甘肃省城县附近 打通举线到下辫之间的运输通道 就是打通这个举水到西汉水的水路 然后这个于徐就这个烧石解木 开凿传道 然后呢 最后水运通力 所以说诸葛亮沿着这条水道 就可以进入西汉水流域 当然他的目标这一次并不是武都郡啊 他不会去下辫 他就沿着这边西汉水上游 就可以到龙右 但无论如何 诸葛亮这次进军 肯定是首先经过魏国的武都郡的 但是史书上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过程中 根本就没有提到武都郡 武都郡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大致就没什么人了 当年曹操的时候 曹操打算撤出汉中的时候 害怕刘备把武都郡给占了 然后呢当时我们之前提到过张继就提建议啊 说可以让这个武都郡的人北出旧谷以避贼 还有具体的办法啊 前置者后期崇赏啊 先到先有众赏 然后大家就争先恐后了 对吧 然后呢 曹操就命令张继去办这个事情 总共牵走了就武都的低族人五万余落 出居浮风天水界 那就是关中和隆右 所以说武都郡这个时候基本上被曹操搬空了 而根据记载呢 魏国确实是有武都太守的啊 你看这里说这个太和中伟旦啊 一位著名书法家是武都太守 总之诸葛亮越过武都之后就去攻祁山 这里说攻祁山指的是祁山城 在今天的甘肃省里县东北边西汉水河谷 现在它也叫祁山镇 然后诸葛亮大军到祁山之后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换卫应亮 可以看到这是南安郡天水郡安定郡 这三个郡直接就开始响应诸葛亮啊 你说魏国的人心有多不稳啊 连这个北边安定郡都直接开始投靠诸葛亮 可以想象一下照这样发展下去 中间这个广卫郡肯肯定也保不住 然后这个武都郡本来就是诸葛亮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所以说将来形势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个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魏国就会被切成两半 当然了前提是诸葛亮要能站稳脚跟 否则的话这个现在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啊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 魏国在这里的抵抗并没有结束 首先这个祁山诸葛亮就没有攻下来 这个呢是在诸葛亮后来攻打陈仓的时候 那个好招回忆的当时 祝葛亮第一次被罚的时候 一位叫高刚的将领守齐山 最终齐山得以保全 另外呢还有陋西郡 他的治所在湘武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陋西县 这个陋西的太守叫尤楚 他的父亲呢叫尤音 当年是他看中了张继啊 发现张继是个人才 然后提拔了张继并且呢 把自己的儿子尤楚托付给张继 世家大族互相提携嘛 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然后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这个其他郡的郡守 天水南安的太守 全跑了 尤楚独具隆西 他这个召集隆西郡的利民 跟他们说啊 我没什么恩德 今天现在这个鼠兵来了 其他郡的利民都已经投降了 现在也是你们取富贵的时候啊 我是太守啊 是国家的太守啊 为国家守郡 非死不可 所以说你们就可以拿我的人头 去找诸葛亮换富贵 然后大家都非常感动啊 说这个死生当与名府同 无有二心 然后尤楚又跟他们说啊 就说我们今天先守着 先一起守着 如果我们的援兵到了 那诸葛亮肯定就走了啊 走了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郡守意啊 人人获决闯 我们都是有功的 都会获得封赏 如果说官兵赶不来啊 救援不了 那他们攻城的话 等我们守不住了 你们再把我杀了 去投降 也不晚啊 反正你们怎么都不亏 所以说隆西就守着 然后南安郡的人果然就带着蜀汉的军队来攻打隆西 然后尤楚就派人出去迎战 然后还在这个城上跟这个蜀汉的将领说 说你啊 你们把隆山的道路切断 让关东的援军来不了 你们能站住脚跟一个月 一月之中则隆西立人 不公自服啊 你们真正在这站住脚 我们直接就投降了 对吧 如果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打眼白打啊 虚字皮比尔 你打眼白打白 就可以看到形势真的很严峻啊 这个东西其实就有点像什么的 就是 呃 有条件投降那种感觉 就是你只要能做到 就是敌军的敌军的老大 你只要能做到A某某某事情 B某某某事情 做到这两件事情 我们不抵抗就投降 但是如果你们硬攻的话 是没有用的 我们会坚守到底 我们会坚守到底 所以为了阻止我们跟你们的牺牲 你们去把我们的条件做好就可以了 这世纪帝国好像也有这样子一个类型 就是好像是成吉思汗的关卡里面 不就有一个就是说 呃A部落就会说我们跟B部落是世纠 所以你们只要把B部落给打爆了 我们就听你们的话 那B部落同样也会说这种话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选其中一个来做 就是有条件投降的一个概念嘛 就是看你要接受谁的投降 这样 怎么扯远了啊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 呃 游楚 游楚是个人才 游楚就是一席话语 就争取来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他也没有信心能够坚持一个月以上 另外呢 还有雍州刺史郭怀 他这个时候呢 正在洛门视察 洛门在这里 今天的甘肃城武山县东边 现在还叫洛门镇 那么郭怀在洛门 听说诸葛亮已经到奇山了 他就赶紧的向东去守上规 没抓到他太可惜了 今天的甘肃省天水 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另外呢 这个天水太守马尊 还有江维 江维是太守的部下嘛 他们呢 当时都跟着郭怀一起在巡视呢 郭怀这个时候跑去守上规了 然后这个马尊呢 觉得这个天水郡的治所 季县 太靠西了 非常危险 季县在这里啊 今天的甘肃省 甘股县附近 这个马尊就害怕 当地的人民造他的返 也就跟着郭怀一起去啊 就没有去守他的天水郡 江维就劝他应该回济县去啊 守好这个郡的治所 这个马尊就跟这个江维说 说青猪人 颇复复信 接贼隐 你看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对吧 江维提个建议 他就说他们是贼 然后呢 这个 就是有点像是现在说 哎呀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呢 江维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夹在季县呢 所以说呢 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啊 回到季县 然后呢 季县 当时已经投靠诸葛亮了嘛 所以说建维等大喜 便推令建亮 让他去找诸葛亮啊 然后这个江维本传里 说的这个季县人民 就没有这么友好啊 你看这里说这个 江维回到季县之后呢 季县人民不让他进去啊 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所以说江维就去找诸葛亮啊 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不管大喜不大喜 反正不让进 得先去找诸葛亮那边 验明身份了再说 一般认为当时诸葛亮 驻扎在西县嘛 这里 总之啊 这个齐山上规 还有湘武 他们的抵抗 拖延了诸葛亮进军的步伐 给魏国的救兵争取了时间 那么魏国的朝廷 这个时候也是一片的恐慌啊 朝臣未知记所出 不知道怎么办啊 真的假的 这魏国朝臣这么废物吗 只有皇帝曹瑞 故作镇定 说这个诸葛亮 本来祖山为故 这个依靠地形 在那里割据 他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啊 我们这是诱敌深入 对吧 于是曹瑞派大将军曹真 都督官右 并且呢 自己也亲自坐镇长安 然后皇帝到长安之后 把夏侯帽 召回了洛阳 当尚书啊 不要在这里了 那么曹真呢 率领军队 驻扎在关中啊 在梅县 他防备的是赵云这一支军队 真正去拢右 对抗诸葛亮的是张和 他去攻打这个马素 那么诸葛亮这边呢 当时他手下有大将魏延 还有吴义啊 吴义就是刘备的大舅子 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啊 哦 这个吴义 他是为了要避司马懿的会 所以写成了大写的一 但是其实他的那个义 应该是司马懿的义 大家都觉得 他们可以当先锋 而这个诸葛亮呢 不听大家的意见 非让这个马素来当先锋 捅大众在前 关于接亭的具体位置啊 大概总共有十几种说法 我们这就没法一个一个给介绍了啊 总之呢 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呢 认为接亭在今天甘肃省的 这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附近 具体什么地方呢 说法就多了啊 有在东边的 北边的 西边的都有 如果接亭在这里的话 卫国军队走的路呢 就是从关中啊 从长安往西北 沿着千水河谷 翻越隆山 然后到达隆右啊 这确实是当时 从关中通往隆右的主干道 叫做隆底道 所以说接亭在这边 就是堵住主干道 当然了 接亭的定位说法 还有很多历代地理制 以及各种实力考察的证据啊 我们今天就没法一个一个介绍了 总之这是第一种啊 接亭在隆底道的出口 那么 啊 对于蜀汉粉丝来说 血压升高的一战要来了 接亭位置的第二种说法啊 认为他在当时的上规线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城天水市啊 今天的甘肃城天水市的东南边 现在这边还有一个接亭村 如果接亭在这里的话 那魏国军队就是从关中沿着渭水河谷 向西行进的 这个路呢叫做陈仓峡道 当年呢曹操去攻打马超的时候 正是张和带着五千军队走这个陈仓峡道 啊 就是从这个陈仓嘛 今天的陕西宝基附近 沿着渭水河谷啊 这个路很不好走 叫陈仓峡道嘛 它不是一个主路 那接亭在这里的话 就是堵住陈仓峡道的出口 总之啊 诸葛亮是派马速守接亭 然后高翔屯列柳城 一般认为列柳城就在接亭不远处 然后呢 这个马速啊 违量节度 他不听诸葛亮的 他呢 这个一祖南山 不下巨城 在山上扎营啊 不去占领城池 占领要道 跟三国演义是一样的啊 你说这个诸葛亮不听大家的 然后马速又不听诸葛亮的 这个大家都完美的避开了正确答案 然后张和断绝了马速的水源 就把这个马速给打败了 跟三国演义是一样的啊 然后在张和攻打马速的同时 巨手上规的郭怀也出城来攻击这个列柳城的高翔 同样取得了胜利 那么马速大败于接亭之后 只有他手下的先锋 王平率领千余人 鸣鼓自持啊 对形不乱 那么张和害怕他有埋伏 就没有再向前去追赶 于是王平收拢着残兵退了回去 那么诸葛亮呢 只好带了西县千余家老百姓 那么三国志裴松之柱里边 这里说这个在接停前军大破的时候 诸葛亮只有数里的距离 没有去救啊 这不知道是否可信啊 总之这一次北伐就失败了 作为宜兵的赵云和邓芝 当然他们的情况也是敌强我弱 啊等一下 前面这一段其实 前面这一段其实是可以解释的啊 简单来说就是 虽然诸葛亮跟马速的 这个部队的这个距离并不远 但是 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 我应该说两种解释吧 第一种解释是说 马速败的太快了 所以跑得再快了 诸葛亮也跟不上了 就是我听到卫军来了 然后本来我指望着你挡个十天 你只要十天之内挡得住卫军 就算你立功了 但是没有想到马速两天就败了 这是一种解释方法 那第二种解释方法是 马速把这个作战地形图送给诸葛亮的时候 诸葛亮发现啊 马速他居然不听我话 所以他派 派遣部队 或者说亲自带领部队 去接应马速 结果还是一样 马速败的太快了 简单来说就是他的锅 他的锅 当然是他的锅 这当然是马速全责啊 这一战 这战真的是 唉 可信啊 窝囊 这一次被 太窝囊了 作为宜兵的赵云和邓芝 当然他们的情况也是敌强我弱 所以说也是失利了啊 当然了赵云那还是很厉害的啊 撤退也没有变成溃退 诸葛亮撤走之后 那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 自然就都被平定了啊 三郡皆平 最后被平定的是安定郡 这个叫杨条的 带着人保卫这个岳之城 这个是由曹真 在解决了赵云之后 带着军队过来 平定了安定郡 这个杨条看到大将军来了 就这个自负投降 那么曹真认为这个诸葛亮 这次打齐山不成 下一次估计就要从陈仓走啊 打关中了 所以说呢 派这个好招 还有这个王生 守陈仓 可惜啊 来修这个城墙 那么诸葛亮 败退回去之后 杀了马素 来谢罪 并且呢 上书 上书请求自贬三等 于是呢 诸葛亮从这个丞相被降为了右将军 仍然行丞相式啊 权力没变啊 就是官职变了 像之前一样啊 总揽国事 另外赵云也被贬为镇军将军 他原来是镇东将军 这是四镇之一 现在被贬为镇军将军 在魏国这边 像南安天水 这些响应诸葛亮的人啊 全都遭到了血腥镇压啊 这些不称职的郡守 也都被判了重刑 唯独隆熙郡的太守尤楚 他守徒有功 被分为猎猴 并且他手下的人 都获得了赏赐 而且尤楚啊 获得了皇帝 亲自接见啊 让他上殿 见皇帝 见完之后 尤楚就请求刘宿卫 从此就留在中央任职了 那么诸葛亮之后再北伐 就再也没有第一次这样 有这么多人都起来响应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 史书上记载的诸葛亮 第一次北伐的过程啊 第一次北伐的内容比较多 用的时间长了一点啊 那么之后的几次北伐 我们下次视频再说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大家再见 好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真的是觉得 可惜啊 真的是可惜啊 如果说可以就是 每一个 那叫什么 每一个巧合都 都不要发生的话 那这一次真的是很有可能会成功 马术之所以被砍 还有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他在接停 直接战死的话 那是有机会当劣势的 最可恶的就是 他的 他没有留住任何的部队啊 他看到部队溃散之后 没有 没有试图去把这个部队给 集结起来 那谁集结了部队呢 谁集结了 失散的部队呢 王平集结了啊 那马术没有集结 马术直接跑了 不知道是跑回了汉中 还是跑回了哪里 反正后来抓到了他的时候 是在向朗的府上抓到的马术 所以向朗后来在蜀汉也是 就是可以说是失去了实权那种感觉 真的是可惜啊 这次北伐真的是可惜 明明就已经就是准备了那么久了 明明形势一片大好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的失败 或者说这么一个小的疏忽 就全盘皆输了 真的是遗憾啊 好 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录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期就继续来看那个 魔法师来讲这个历史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up主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就是看他的视频学到非常的多啊 哦 因为他在哔哩哔哩哩嘛 所以我就说是视频啊 那他如果我在哔哩哔哩看的话呢 会比较完整啊 版本会比较完整 然后那个也有很多弹幕 就是看影片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人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互动啊 互动啊 那如果说 呃 YouTube当然就没有这种东西了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这集非常有趣 我觉得